首先 我要代表國人感謝各位弟兄姐妹 24小時忍受海風侵襲 忍耐寒冷 為我們守護海江 我們 131 艦隊在平時監控 供艦中泰 負責中泥 馬祖 峻谷 護航 當緊急災害發生時 更會立即出動協助救援 責任重大 剛才我在兼隊長的簡報中 看到大家捍衛海江的努力 你們的英勇表現 展現出國軍捍衛國族主權 恨不不讓的決心 國家有各位的守護 國人都可以很放棄 各位全力保衛國家 而身為中華民國三軍統賽的我 就是要提供國軍 官軍 更好的裝備 生活設施 是我的任務務局 過去 在從前部長 年前部長的努力下 國防產業的推動 提升各裝 銀色的整件 都有許多的進展 在去年 我們的國電國道也有很多成效 而開始動工的威海營區簽電案 電體工程已經完工 後續的工程 我們也會加快腳步進行 必須盡快讓大家有更新 更現代的裝備和銀色使用 讓131電隊的戰力 能夠更提升 今天 我們新上任的邱部長也在現場 我除了邀請邱部長 督導海軍 確保我們營區整件的進度 我也期待邱部長在落實我們現有的規劃專案的執行中 未來也要更加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 另外 今天是3月8日 國際婦女間 據說取官司兵的事業表現或任逢 也證明 除任性別都可以承擔起保家衛國責任 最後 我們再次感謝131電隊 以及現場所有的官兵 感謝大家為守護國家所做的付出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